路加福音第二章 当那些日子,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,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。 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,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,众人各归各成,报名上策。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,到了大魏的城,名叫伯利恒,因他本是大魏一族一家的人,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。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,他们在那里的时候,玛利亚的产期到了,就生了投胎的儿子。 用布包起来,放在马槽里,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,有牧羊的人,夜间按着羹刺看守羊群。 有主的使者,站在他们旁边,主的荣光,四面照着他们,牧羊的人,就甚惧怕。 那天使对他们说, 不要惧怕,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,是关乎万民的。 您今天在大魏的城里,为你们生了救主,就是主基督。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,包着布,卧在马槽里,那就是记号了。 忽然,有一大队天兵,同那天使赞美神说, 在至高之处,荣耀归于神,在地上平安,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众天使离开他们,升天去了。 牧羊的人,彼此说, 我们往伯利恒去,看看所成的事,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。 他们急忙去了,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,又有那婴孩,卧在马槽里。 既然看见,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。 凡听见的,就差异,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,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,反复思想。 牧羊的人回去了,因所听见,所看见的一切事, 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,就归荣耀与神,赞美他。 满了八天,就给孩子行割礼,与他起名叫耶稣,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,天使所起的名。 按摩西律法,满了洁净的日子,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, 要把他献于主,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, 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。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,或用一对斑鸠,或用两只锄鸽献祭。 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,名叫西灭,这人又公义又虔诚, 肃长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,又有圣灵在他身上。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,直到自己未死以前,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,进入圣殿,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, 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, 称颂神说, 主啊,如今可以照你的话,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, 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。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,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, 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 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, 西面给他们祝福, 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, 这孩子贝利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, 许多人兴起, 又要做毁谤的话柄, 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, 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。 又有女先知, 名叫亚拿, 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, 年纪已经老迈, 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, 童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,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, 并不离开圣殿, 尽时祈求, 昼夜侍奉神, 正当那时, 他进前来称谢神, 将孩子的事, 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, 约瑟和玛利亚, 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, 就回加利利, 到自己的城, 拿撒勒去了。 孩子渐渐长大, 强健起来, 充满智慧, 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, 每年到逾越节, 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,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, 他们按着节气的规矩上去, 手满了节气, 他们回去, 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,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,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, 走了一天的路程, 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, 既找不着,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, 过了三天, 就遇见他在殿里, 坐在教师中间, 一面听, 一面问, 凡听见他的, 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,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, 他母亲对他说, 我儿,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? 看哪, 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。 耶稣说, 为什么找我呢? 岂不知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面吗? 他所说的这话, 他们不明白, 他就同他们下去, 回到拿撒勒, 并且顺从他们,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, 都存在心里。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, 并神和人, 挤爱他的心, 都一起增长。 和声音、 优优独播剧场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